3月1日 安慰从何而来 彼拉多又进衙门 对耶稣说 你是哪里来的 耶稣却不回答 彼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 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约翰福音19章9到11节 彼拉多有权柄将耶稣钉十字架 但这没有吓到耶稣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彼拉多在说谎 不是因为他没有将耶稣钉十字架的权柄 他有 然而这种权柄没有吓到耶稣 因为他是衍生的 耶稣说 他是从上头赐给你的 这意味着那是真正被授权的权柄 不会更少 只会更多 那么 这怎么不吓人呢 彼拉多不仅有权柄处死耶稣 而且这权柄是上帝给的 因为彼拉多对耶稣的权柄 赐属于上帝对彼拉多的权柄 所以耶稣没有被吓到 在这一时刻 耶稣得到安慰 不是因为彼拉多的意志没有能力 而是因为他的意志是被引导的 不是因为耶稣不是在彼拉多惧怕的手里 而是因为彼拉多在耶稣的父手里 这表明了 我们的安慰不是来自敌人的无能 而是来自天父掌管他们能力的主权 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的要点 患难 困苦 逼迫 饥饿 赤身肉体 危险和刀剑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隔绝 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彼拉多和所有耶稣的敌人 和我们的敌人 有意要害人 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 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节 凭着上帝所给的权柄 所有耶稣的敌人聚集在一起 成就上帝的手和上帝预定必有的事 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八节 他们犯罪了 但是借着他们的罪行 上帝拯救了 所以不要被你们的敌人吓到 他们只能杀肉身 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 不单单是因为这是他们所能做的 儒家福音十二章第四节 更是因为 这些事都是在你们的天父的看管下做的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 但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路加福音十二章六到七节 比拉多有权柄 西律有权柄 冰丁有权柄 撒旦有权柄 但他们都不是自主的 所有的权柄都是衍生的 都从属于上帝的医治 不要惧怕 在你全能的父面前 你是珍贵的 远远比那些没被忘记的飞鸟 更珍贵